以后开始有机会开始做一些练习的时候 那当然一开始要开一个 看你是开旧档 就是开旧的档案去直接编辑 或者是你开新的档案 去编辑都有可能 就是PS在使用上面 你可以开旧的照片 开新的文件档 然后直接去编修它 那不管如何啊 如果我现在想要做一个 一个海报啦 或是做一些DM等等的一个作品的时候 你一开始一定会开一个空白的文件 那开空白文件的时候 当然你要去对应一下 假设我们用开新档案 你要先去找的是 我们到列印 它这边会有很多的尺寸 你要确认好你是做电子DM 还是会印刷 如果要印刷的话比例不能错 知道吗 你要先找好 我这一次送的印刷厂 它的尺寸是多少 那这个要先想好 后才会开始来开档案制作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下 就是你的格式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做电子版的就没有差 你就选A4就好了 知道吗 选A4就好 那选A4后看右侧 右侧的位置呢 还可以让你更改 更改它的方向性 看你是直式的还是横式的 好这边可以改 那另外呢解析度300这个 这个的话 如果你这一次做出来的这一个版 你希望是两用 可印刷 可电子档 你就不要改 如果你这一次很明确的 我只有电子档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72到96之间的range都可以 这是电子它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 那一般我们都是打72 那为什么呢 这样就可以降解析度 降解析度档案就不会太大 要不然你档案很大 你要去传输的时候比较不方便 那如果你在制作时你根本搞不懂 到底现在组长跟我说到底是要做哪一种的我不知道 好了那就先用高的 至少高的可以压缩成低的 低的不能提升为高的 这样逻辑听得懂 所以这个是解析度 知道一下就好 来其他其实预设就好 预设就好 来 然后按下建立 好我们的纸张就会进来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的是一些文宣品的话 那当然这件事是一定先得做的 好先做 好那上面这个就有两个档案 我先关掉一个 关掉 我们只留一个就好 好所以是第一个先搞懂 你要做的事情是哪一种 好再来第二个 那我接下来要开始来制作一些内容的时候 好那首先呢 我们练习一下基本动作好吧 因为大家第一次都没有用过 好我刚才给你们的素材中 有这一个图层应用 OK 这个图层应用我们要练习什么 好原图长这样 这张是原图 我看一下 好它是原图 就一张照片 好可是我希望经由PS的一些操作 让它变成这样子 有啊或者这个 那这个例子我想要让你们练习的是图层 好因为刚第一次接触 PS很重的就是图层 图层的观念要很清楚 后续再学会很快 OK好所以要先搞懂图层 好来 所以一开始是 呃这边是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做文宣品的时候 你要开新档案 好那我们先学习好不好 这个先留着 等一下第二步骤要做的 好我们先开启旧档 开启旧档 开启旧档是开那一张照片直接编 好开照片直接编辑 所以老师点选开启旧档 好找桌面的图层应用 好请找原图这一张01 好01这张原图 好那解析度不高啦 因为素材的关系 我没有弄很大 来开启 好照片就放进来了 所以它会是在第二个档案 OK它在第二个档案 好来 那当它进来之后啊 这图实在是有点小 因为它的尺寸是400x300 其实有点小我想要把它放大 好我想把它放大 好怎么放 来有几个快速键 我希望各位给它背下来 一定要背 这些快速键很重要 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这个快速键会帮助我们 在玩PS的时候 可以很快速的上手 第一个叫放大 放大放大是什么 Ctrl加 Ctrl加是放大 好缩小 缩小是Ctrl- 那这个放大缩小指的是舞台 就是编辑区 我的编辑区的放大跟缩小 好编辑区 编辑区的放大跟缩小要会 好再来呢 移动 移动 移动编辑区好 长按 空白键 长按住您的空白键 然后呢加上游标就是滑鼠 左键动 好它就会移动 滑鼠的左键 来我们来试试看 好像这个档案 很小对不对 我想要放大 来Ctrl加 按住Ctrl 就是习惯手 习惯的问题就是你的左手放在键盘上 左手放在键盘上 右手拿滑鼠 对不对 按住Ctrl按加 减 Ctrl- Ctrl- 我刚刚到文字好 Ctrl- 你就可以去把它放大在键盘上 Ctrl- 等一下 为什么快速键失效 看一下我的输入法 OK好 输入法等一下注意一下 不要被输入法挡住 Ctrl- OK吗 当你放大的时候 放大我们需要移动 一般而言 移动是不是要靠这个卷动轴 对吧 靠这个卷动轴 可是不方便 你还要过来这样按它 所以长按住空白键 长按住楼 出键手收 移动 这三个动作要会 因为Adobe 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这三个 快速键是一样的 AI 也是 放大缩小移动 OK 然后以前找学的Flash 也是 然后这个也是 所以只要美工类型 它都是这种逻辑 这几个动作 好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一定要被快速键 难道它没有功能按钮吗 有啊在这儿 它的功能按钮在旁边 这里 放大镜就是放大缩小 手收就是移动 好 但是老师不喜欢用这两颗 原因是什么 通常我会需要到放大缩小的时候 有可能是我正在编辑中 例如 好 来我们现在正在套索 这个套索 套索就是选取 假设我把这女生选起来 老师这样套索 当我套索到一半的时候 我觉得眼睛不舒服 我希望放大 这时候你要怎么放大 你必须要结束 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哦 要结束哦 结束后滑鼠过来点这一颗 开什么玩笑 知道我现在正套的高兴中 你要我结束它吗 不可能啊 所以呢Ctrl加 就会发挥作用了 Ctrl加 Ctrl-不用凭下你现在正在做的事 一样可以同时执行我要的放大跟锁小 听懂哦 好空白键也是 当我放大后 我假如很细微的修 OK空白键常按住 然后键键手收 你就可以移动 放开后继续套索 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换两下 好那这样就可以把套索结束掉 好所以呢 这样一个概念指的是 我在编修的当下 我不需要依赖这两颗 因为这两颗 必须要结束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呢 虽然它有这两颗按钮没有错 可是真的我们很少有在用 我们都是用快速键 因为快速键真的会比较好用 这个逻辑听得懂哦 OK好所以要把它背起来哦 放大是什么 扩作家 缩小 扩作剪 那移动 对很好 听懂哦 要把它学起来哦 所以这要很重要 好来那进来之后呢 再继续哦 好 这张图老师要做什么 老师要做成像这样子 来我们看一下例子哦 这个 很像画中画的感觉 好那我先解说一下 这张图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两张图片而已 把这个图复制出来 然后加一点点旋转 然后加上外框 就是让它看起来好像有点那种笔画的感觉 阴影 你看阴影 外框阴影 好最后面这一个刷白 刷白也是颜色的调整 这样看起来就很像画中画的感觉 OK好这怎么做的呢 来我们回来 好在PS里面呢 来往右看 有个东西很重要 它叫图层 图层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的 它是图层 那一开始因为老师开的是档案 所以呢 会有第一个图层就叫背景 就这张图片 好如果我不是开档案哦 我们回去看刚才的页面 我如果是开新的档案 一样它也会有个背景 可是就不是照片了 就是这一个基底层 就是这个背景 OK那这个背景 通常它后面会跟你讲它是锁起来的 不让你动 因为它是一个最基础最基础的那个底层 我们称为底层 好那在图层里面呢 这个这个是底层 所以通常底层 我就不喜欢动到它 我们会在上面铺东西 好眼睛是什么 隐藏与否 显示与否 这个是眼睛 所以你可以透过点眼睛的方式 决定看不看得到 可是因为现在它背景是锁起来的 刚刚有锁是锁起来 所以就不能点 如果你把它眼睛拿掉 它变这样 齐斑格在 呃 我们美工软体里面呢 代表着透明度 透明 齐斑格叫透明 透明度 好来 所以这个一般就不要动到它了 好不好 来 那我们这个例子要做什么 我想要把这张图的这个位置 单独的选出来 选 好 选取这件事情啊 在PS里面真的很重要 我们今天都在选东西 好 在选 我会教你们几招很好用的 选取 我如何把我的东西选出来 选取 OK 选取的话 首先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基本的举行 好 举行 举行怎么选 来我们看工具哦 在左侧这个工序箱里头啊 它其实是有分类的 好 跟选有关哦 很重要你看它放在这里 前面这几颗都是选 选东西 所以呢 PS跟AI比较下来 AI是画画 PS是做图片的处理 它在选这件事就很常用 那不管学生或教职员啊 如果你会选 其实是差蛮多的 就是你很多的美宣品美工的东西 会做得非常的顺 所以选是很重要的 来 那我们看第一个最基本的选 来这一颗 标准选取 那你记得哦 每一个选取的功能呢 按钮旁边如果有多这个小小的箭头 代表什么 里面还有 OK吗 里面还有 所以你选的时候你可以选矩形 椭圆形 水平线或垂直线 那这个叫固定形状 固定形状 好来老师用矩形哦 好 点了它之后再来哦 选取是什么 这跟小画家不一样哦 我们选起来后 框起来 好 这就是一个选取区了 它不构成正式图层哦 还不是哦 它只是个选取区哦 好 然后这个选取区很特别的地方是 你选的后 如果你要调整 你要调整 你会发现你一点 好 它会给你移动 可以直接拖曳可以移动 可是如果你要放大缩小呢 哎我移到边边就要不理我了耶 而且我如果不小心在外面点到一次 就要重来过一次了 好 记得 选取区预设的状况之下是单一个 单一个 选取区 好 如果你要累加呢 晚一点再讲好 可以累加 可以相减相加都OK 但是原则上你只要重画一次 就是一个独立的 唯一的选取区好 那老师把这个选取区画出来之后哦 OK 如果我希望它可以被我微调范围 不然我每次都要重框 不一定框到我喜欢的 来这时候请善用各位的右键 右键 有一个功能呢 它叫做变形选取范围 变形选取范围 点它 好 你的选取区就能动了 你看 这是选取区 所以你可以拉你喜欢的范围 OK 好 那除了能动之外呢 还可以旋转 旋转 所以呢八个白色空点 八个空点 为放大缩小 一到四个角角的空点处出来一点点 形状我们看到这个棒弧度的 这个叫旋转 来 转 可以吗 这样就可以旋转 所以你可以微调你要的选取区 好 完成后呢 请按记得按Enter Enter 确定的意思 表示我选取区底定了 我确定好了 目前为止可以吗 好 选取区好 那把这个选取区选起来之后 再来呢 我想要让这一张图独立出来 独立出来 独立出来的话就是复制出来了 可是不是我们一般从想象的复制哦 这个复制比较特别 你要到上头的图层 新增 拷贝的图层 这一个功能用到的几率非常高 我们今天几乎都在用这个功能 就是你只要一选就要拷贝出来 所以一样 这个我会要求学生要背快速键 Ctrl J Total for PS 课学下来 如果整个学期背的快速键不会超过十个 这样知道吗 对但是我讲的都是很重要很重要很常见的快速键 Ctrl J 不然你就要从路径进去了 Ctrl J 好来你看哦 老师如果选好这一张咯 我按Ctrl J 等一下你看旁边哦 图层目前是这一个 好来Ctrl J 等一下我被锁定了 等一下好 好来这一个图层Ctrl J 你看 他是做了一个图层1 我们看眼睛哦 这个眼睛哦 来我把背景拿掉 看到没 就有这张图了 好所以我可以做什么 来我们再回到图层0哦 好我再做一次 我可能会有不同的画面 例如说我要做完这我要给我们老师看 我不知道老师喜欢正的还是喜欢写的 我都做嘛 我都做 所以我们一样Ctrl J 好你看 拿掉 看得懂吗 图层1 图层2 图层0 OK好 那你在选取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注意哦 图层很重要 所以呢假设我现在在做一个圆的 有圆形哦 我们在做一个圆的 画圆如果要正圆形 请按Shift键 看到没 本来是这样弧度的按Shift 它可以正圆 好 例如说老师像画正圆哦 然后呢 又减 变更选取范围 好变形选取范围 后移动 我想把移到我想要的圆 OK 好Enter 好你看哦 这里很重要 老师现在要Ctrl J 复制出去对不对 你看右边图层 如果我点这儿 不一样哦 我点0跟点1不一样 我现在点的图层1哦 代表什么 我看到的是图层0的内容 选取的要复制出来的 其实是图层1 所以这时候如果我按Ctrl J 它会以图层1的范围 做圆圈圈的选取 这时候你会发现 做完之后你把图层0关掉 你的图层1 反而不是正圆的 因为它的来源是从这一张图copy过来的 知道我老师的意思吗 那因为它选错图层 所以图层很重要 原因在这儿 看到的跟真正的不一样 真的 Photoshop会错乱就在这儿 你会觉得奇怪 老师我有看到啊 学生都会跟我讲 我有看到啊 对你看到都是假象 因为你不对 你点错图层了 知不知道我的意思 好所以回来哦 这怎么办 这是弄错的怎么办 删掉 来删掉 垃圾桶删掉 好来 那除了删掉之后还有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 好 什么方法呢 我先把上面关掉哦 我让图层跟步骤记录 两个重叠就好 来 我可以复原 我做错是不是可以复原 对不对 我复原 好不要删我用复原的 回到原本的圆圈圈 好可是你按复原 复原是在编辑这边 还原拷贝的图层 Ctrl Z 老师点 好 你复原后哦 OK你就点回这里 复原哦 好把这个图层0打开 看到图层0 然后你确定你的圈圈有了 选择的也是图层0 再一次 Ctrl J 来 这才是对的 知道吗 他会用图层0为Copy的基本 然后去Copy出来 好所以我现在做了三种 我有做成的是 橘的 斜的 正的 还有圆的 同学有没有问题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多种不同的作品出来 好所以这就是图层 有没有搞懂 试看看好不好 看我操作都很快 等下你们操作就知道了 好 来试看看 好把我刚才的素材把它打开 试一下